三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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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三太太 放 打水 打水 鸭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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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奔出 怎么回事啊 来 来 来 打水 打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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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水 拿下去 没有汽水 你不能离开 不能进去 进去 快点 妈 妈 鸭筋 什么 先召回一下 鸭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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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你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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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筋 你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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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 你冷静点 给我 放箭上 进去 放箭上 小心点儿 轻点儿啊 奶奶 轻点儿 奶奶 您别去了 等我消息吧 我怎么能不去呢 不去不是要我老命吗 老金 您留在家里善后啊 快走走 走走走 快走 哎 大夫 大夫 我媳妇情况怎么样啊 病人炉内出血 昏迷不行 昏迷不行 我们已经做了相关的处理 不过需要观察三天 如果这三天能撑得过去 就没事 要撑不过去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老夫人 这 这 雅琴这孩子的命 怎么这么苦啊 奶奶 别担心 大夫不是说了吗 撑过这三天 就没事了 他身子那么虚弱 能撑得过三天吗 这么多年来 那么多的磨难 妈都能挺得过去 我相信这一次 也一定没有问题的 哎 希望如此吧 奶奶 你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在这里照顾妈就好了 那怎么行呢 我跟雨晗 是通过公开的仪式结的婚 雨晗的妈妈 就是我的岳母 现在雨晗不在 我来照顾妈 也是理所应当的 都怪我 怪我不该一时心软 让家里又回来了 这事啊 跟她一定偷不了根系 二太太 精神状态时好时坏 她自己做了什么 有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谁知道她是真傻 还是假疯啊 这事跟她一定有关系 我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 不 妈 你一定要撑住 只要过了危险期 就没事了 雨晗 你真忍心不回来 你舍得下我 难道也舍得下 生意养你的妈吗 雨晗 你怎么能做得 如此决绝 Taylor 是 她是 有儿 有儿 孩子 鬼 妈妈没有准备好 不着急 不着急 妈咪准备好 妈 好歹你说句话呀 妈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问我 不要问我 我真的 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都火烧房子了 你不能只说不知道啊 你告诉我 三更半夜你去三太太房间干什么呀 不要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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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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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奶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奶奶 三太太怎么样了 昏迷不醒 到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 不要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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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屋子怎么会烧起来的 好端端的 鸭筋怎么会从楼上摔下来的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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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疯疯癫癫的 要到什么时候啊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要逼我 明儿一早 让老金把她送到夫人院去 不要 奶奶 夫人院不是什么好地方 妈要是进去了 她的病 就再也好不起来了 像她这样疯疯癫癫的 我们怎么受得了啊 不把她送走 我们苏家一家人都要疯了 奶奶 我保证我会好好看着我妈 不会再让她闯祸了 您别送她走啊 妈 就是因为我对她太仁慈了 她才会变成这样 不行 这回 我再也不能心软了 奶奶 不要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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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送我走 妈 妈 妈妈 妈妈 我听听话 我会怪 我怪不怪 我听听话 你不要送我走 不要送我走 妈 妈 我会怪的 你不要送我走 不要送我走 妈 妈 妈 不要 不要送我走 不要送我走 老天爷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老天爷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老天爷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仍然没有起色 恐怕要做最坏的打算 怎么会这样呢 你一定要救救我媳妇 一定要让她好起来 我们已经尽力了 那 为什么她都没反应呢 如果老夫人 对我们的治疗有疑虑 可以选择转院 老夫人 说不定三太太见到雨晗小姐 就会清醒过来吧 是啊 干脆在报上登个寻人起誓 赶紧把雨晗小姐找回来 寻人起誓 以前不是都登过了吗 一点作用也没有 不如公开悬赏 只要通报的消息正确 就给赏金啊 这倒是个好办法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俊杰 报社方面你熟 这事就交给你办了 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雨晗 我相信 这事会有转机的 奶奶 您放心 你 我马上去办 快去 快去 来来来 喝点水 我给你倒水 我就说了嘛 我种的菜跟别人不一样 是 就你行 你信不 今天买了这么多钱哪 徐老师呢 他出去买东西去了 你找徐老师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我这猜 猜什么 哦 没事 没事 当我没说 没说 哎呀 到底什么事你快告诉我啊 哦 你看看这个 哎呀 我又不认识字 你叫我看什么呀 你看相片嘛 看相片 啊 这不是徐老师吗 你也觉得很像吧 啊 你看看 啊 你看看 这眼睛 这鼻子 就是徐老师啊 徐老师我天天看着他 嗯 不会走眼的 嗯 哎 到底怎么回事 快快 快点给我听听 嗯 寻人启事 苏语寒 母病危 素回 凡提供有价值线者 一经茶食 赏几一百大养 一百大养啊 大发面粉厂 苏家 哦 什么赏金那么多啊 哎 报纸拿来 爹 有什么好处 给儿子分一份吗 哎 哎 爹 这个苏语寒 就是徐老师吧 哎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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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干什么呀 打电话呀 天上掉下来的价 别不能不拿呀 你小天下疯了你 我当然疯了 一百块大洋啊 你卖菜什么时候 能挣一百块大洋啊 再说了 大发面粉厂 别说一百块大洋 就是一千块 他也给得起 我们认识的徐老师 不是什么苏语寒 我 我不许你打电话 人无横才不负 到了口头肥肉 又让我吐出来 有这个道理吗 你也不稀罕 我稀罕 站住 你敢踏出大门一步 我打断你的狗腿 哎呀 好了 好了 这报纸上到底说的 是不是徐老师 还不一定呢 瞧你们父子俩吵的 也不怕别人笑 我不管是不是 谁都不许去 哎哎 你怎么给撕了你 这 这 这可是一百块大洋啊 你要敢把这事说出去 你就马上给我滚 我没你这儿子 我没你这儿子 我这儿有苏语寒的消息 你有苏语寒的消息 对啊 那请问一下 苏语寒多大年纪了 呃 看起来四十几岁吧 四十几岁 啊 那不好意思 我想她应该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谢谢 怎么样啊 说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 真是一个 白日宋公馆 哦 这个我不太清楚 那得问我们家主人 你稍等一下 老夫人 这个人说有雨晗小姐的消息 可是要见了钱才跟说 回来他 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谢谢你啊 去登个报 却招来这么多骗子 可是宇寒还是一点下落都没有 奶奶 不要泄气 我们一定会很快找到宇寒的 他要有心回这个家 早就回来 何必等到现在 只为走了 宇寒也走了 当年 我真的该跟薄庸一起走的 我这个老太婆 活到现在有什么意义 奶奶 您别这么说 志伟跟宇寒 都是苏家的子孙 一定会回来的 还要再等吗 要等多久 奶奶 还等得到吗 宇寒啊 你到底在哪儿啊 不行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 不行了 薛 薛马 扶我回房歇着 奶奶 慢点 慢点 老夫人 你慢点 慢点啊 俊杰 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误会 你不是那个意思 为什么说呢 走都走 你为什么还隐魂不散 找谁啊 喂 你们是不是登报找苏宇寒呢 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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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号码写得清清楚楚的没错呀 苏宇寒 徐老师 早 阿清哥 徐老师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呀 没有听到 我要上课去了 慢走 阿清 阿清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这里恐怕不能再住下去了 请问 这儿就是 打发面坟场的苏家 你有什么事啊 欠了你们当家的 我自然会说 你是什么人啊 我不是说了吗 见了你们当家的 我自然会说 快去通报 没名没姓的怎么通报啊 叫你去你就去 啰嗦什么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我可警告你 如果你耽误了你们当家的大事 你可担待不起 你 你们吵什么呢 怎么回事啊 这位先生要见老夫人 你找我们老夫人有什么事啊 你们苏家是不是登报 找什么苏语涵的 想知道他的事吗 先生打哪儿来啊 青谱 先生 来 无理说 来来来 来来来来 那个苏语涵他现在不像苏语涵 哎 只有我知道他现在叫什么 他现在人在哪里 哎呀 原来二小姐改了名字 难怪我找了半天都说没这个人呢 哎呀 还等什么 快把他接回来呀 好好好 哎 红先生 麻烦您带路了 想让我带路啊 行啊 钱拿来 等见到人 证明无误 钱自然会给你的 看见了人 你还肯付钱吗 哎 我以大发面粉厂的民意保证 说话绝对是算话的 那可不一定 万一你要是过河拆桥呢 嘿 好 既然这样 我们把丑话说前头 如果找到不是我们要的那个人 赏金双倍返还 你要是同意我们就成交 来这手势了 我不谈了 哎 慢着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带他到账房取钱去 快 哎 哎 你要是敢耍花样 我马上带你到警察局去 我怎么敢呢 走 轩马 给俊杰打电话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是 老夫人 喂 华副总 请问方总在吗 哦 方总他出去了 出去了 他接到医院的电话 急忙赶过去了 医院 好好好 我 我知道了 老夫人 方总接了医院的电话 匆匆忙忙赶过去了 医院 看 可不会是雅琴 薛妈 咱们赶紧到医院去一趟 走走走 快 好 你慢点啊 奶奶 我跟您一块去吧 你在家里 看着你妈就行了 奶奶 可我担心三太太的 只要把你妈看好 就是功得一见了 奶奶走好啊 妈 送走了一个老的 又来了一个小的 妈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没风 我比你清醒多了 妈 你病好了 是那把大火烧醒了我 只要那个狐狸精在这家一天 我就不能清醒 妈 妈 那把火是你放的 那把火 是那个贱人自己不小心弄的 关我什么事啊 可奶奶他们都认为 三太太是被你吓的 才会造成这场意外 被我吓的 好端端的 他干嘛要跑 都是因为他抢走了我丈夫 夺走了我的幸福 毁了我的一切 他才会害怕我 他做了亏心事 他心里有鬼 你认为 这个世界上有报应吗 你信吗 你信吗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我信 我信 可是妈 你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三太太的房间啊 三太太的房间 那是我的房间 我干嘛不能去我的房间呢 嗯 怎么 你是不是觉得他很可怜啊 你是不是觉得他很苦 那我呢 啊 你觉得我可怜吗 我问你 我可怜吗 我苦吗 我苦吗 我可怜吗 啊 我带了一些宝宝的衣服 待会儿下班的忙回去 你们好 慢点啊 这怎么好意思呢 又让你破费了 都是些旧衣服 不花钱的 我亲戚家小孩儿的 只要你不嫌弃就好 我怎么会嫌弃呢 谢谢你都还来不及呢 别人不是说了吗 这小孩子啊 穿旧衣服还比较好养 我还正愁 找不到旧衣服给孩子们 是吗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下班之后 就翻箱倒柜的 把我小时候的衣服 全都翻出来给你 好啊 那我要好好保存起来 当传家之宝 好 子老师有人找你 哪里啊 在那边 李韩小姐 你叫我找得好苦啊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啊 你认错人了 我姓许 许如斌 玉韩小姐 玉韩小姐 三太太 三太太快不行了 我妈怎么了 哎呀 边走边说吧 咱们快到医院 再晚就来不及了 走 快快快 走 你千万不要放弃 一定要撑住 玉韩很快就会来的 她会回来看你的 你要撑住啊 慢点儿 玉韩小姐 掌心你的身子 姬叔 你别扶我 我没事 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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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能让您见到 好 玉韩 玉韩 妈 妈 我是玉韩 我是玉韩 妈妈 我是玉韩 我本来以为 我的离开 能够给你回来亲戚 我不想你才为了我的事操心 你 你不想你才为了我的事操心 所以我走了 我错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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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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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呀 妈妈 打我呀 妈 我错了 妈妈 我错了 我错了 你打我呀 你打我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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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抱我 妈 妈 你抱抱我 妈 妈 妈 你看看我 你抱抱我 妈 你抱抱我 你抱抱我 女孩 你快 女孩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少し 穿住自 快 快快 快去找女生 快去 快去 好 快一点啊 女孩 小姐 你先去住 慢点 慢点 用力 好 用力用力 孩子就要生出来了 有力啊 再用点力 好 深呼吸 好 深呼吸 加好劲 有力 再用点劲 好 马上就出来 老金啊 孩子他爹呢 我怎么没看见他爹呀 提供线索的书 好像死了 说这话的人靠得重吗 应该不至于说谎 只是他也不是很清楚 真实情况还得问雨晗小姐 是吗 雨晗小姐走这大半年 没听到她嫁人哪 怎么会冒出个孩子来呢 你哪只眼睛看见她没嫁人了 不是 老夫人 我的意思是 苏家的孩子是有家教的 没结婚绝不会生孩子 老夫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雨晗小姐结婚 怎么会不让我们知道呢 雨晗为了躲避我们 连姓名都改了 她结婚会通知我们吗 是 老夫人您说得是 以后这种话 不要随便乱说 尤其是在雨晗小姐面前 一个字都不许提 老夫人 您印象最疼雨晗小姐了 不管这孩子她爹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孩子都是您的宝贝 增外孙 嗯 是啊 咱们家好久 都没有小玩儿了 雨晗这次回来 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大惊喜呀 雨晗小姐进去半天了 怎么还没生呢 该不会是难产吧 别瞎说 嗯 头一胎 自然会慢一点的 是啊 雨晗小姐心那么好 一定会没事的 当然会没事的 雅琴真是走得太早了 否则 她就能看见 她的孙子出使了 老夫人 都怪我 说了不该说的话 惹您伤心难过 没事 不怪你 我看这儿啊 你也帮不上忙 你还是回去吧 回去好好料理一下 雅琴的后事 快去 是 老夫人 我这就去 老天爷 你一定要保佑雨晗 保佑他们母子平安 我 不知道孙太太现在怎么样了 怎么就没人打电话回来 保佑ám 离晗回来了 俊杰会回到他的身边 不悔的 不悔的 俊杰要有这心思 早就离开这个家了 如果方俊杰敢对不起你 我绝也饶不了他 干吗盯着我看 妈 你的病 我的病 我有什么病 还不是因为那个狐狸精 越唱越唱 唱得我都神经衰弱了 如今他走了 我的头不痛了 自然就没病了 妈 二太太 大小姐 锦叔 三太太怎么样了 月寒小姐赶去 正好赶上 见三太太最后一命 你说什么 三太太 走了 三太太一直等着 雨寒小姐赶到医院 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二太太 大小姐 我还要张了三太太的后事 我先下去了 锦叔 大小姐 还有什么吩咐啊 那俊杰呢 方先生在医院陪 陪老夫人 大小姐 没别的事 我先忙去了 啊 妈 你听见了吗 三太太 走 走了 我只是吓唬吓唬她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你不要问我 不要问我 你不要问你 你把你拆下来 别问我 把你拆下来 我拆下来 因为ah 还愿意 鸟不是啊 你拆下你 男孩儿 孩子很健康 现在正给他做清洁护理呢 那 那我孙女呢 产妇的情况也很好 现在已经送去妇产病房了 你们呀 可以去看她了 好好好 三位请跟我来 好好好 好的 好的 老夫人 您慢点 好好 没事了 女人生孩子 就像在鬼门关走一趟 过了这个关 就没事了 好好调养身子 身子很快就恢复了 怎么了 还在生奶奶的气吗 你这孩子就跟你娘一样 有苦就往肚子里吞 你才怪奶奶 没去找你 让你在外头 琉璃石所吃尽了苦头是吗 奶奶老实告诉你 从你走的那一刻开始 奶奶一天都没有忘记你 登堡 四处托人找你 可是都没有你的消息 你叫奶奶怎么办了 奶奶 只要祈求菩萨保佑我的孙女平安了 等那一天你累了 娟娘就吃饭了 奶奶 我不愧你 我只是 我 我只是想我妈妈 我想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走的时候 妈妈还是好好的 等我回来的时候 妈妈就突然躺在病床上了 伤得这么严重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 奶奶查过了 那天晚上 天实在是太冷了 你娘 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所以 所以 就从楼上摔下来了 我 是这样吗 奶奶的话 你也不相信了 我 不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就是觉得 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她总是十分小心的 老怪 只能怪你娘的命不好 与亲人缘不悦 我 既然是您现在可不太忽宠她们宿租 你함 peoplesnot 君姐都去了拯救 怎么还不回来 我本来以为 我的离开 能够给妈妈回来 清清的日子 我如果知道是这个样子 我真的 我一步都不会离开她 好孩子 别难过了 你妈妈 是到另一个时间 就跟你爹和你大妈相聚了 那思念 我的相聚伤 我触摸你 却隔着天涯 心不平 在学不挣扎 问怎么会暖暖不了琵琶 永远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永远相爱 永远深深深入乌海 永远相思 人情先掌门 永远相逢 永远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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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相爱 情愿深深深入无海 永远相思 人情仙长满情怀 永远相守 永远相守 才明白情声 才明白为你而来